离别感言 詹姆斯走他也走 泰姆卢一番话 暗示离开骑士3比0 截止到目前 NBA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场比赛 可是比分却是勇士3比0骑士队 骑士连赢下一场比赛的机会都没有 接下来就是第四场比赛 如果骑士再次输掉 勇士将4-0横扫骑士夺得总冠军 在这个赛季以来 骑士队遭到了重创 欧文离队去了凯尔特人 交易来了小托马斯 克劳德 但是小托马斯遭遇臀部伤势迟迟没有出战 在托马斯恢复之后 他对于骑士队完全没有太大的作用 身高是硬伤 防守不行 在凯尔特人由于体系的作用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一来骑士就暴露无遗 本赛季勇士队在常规赛没有拿到联盟第一的战绩 而是被火箭拿到 一大批人认为勇士今年不同于以往了 火箭队将成为勇士的最大威胁 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勇士 在西部决赛 勇士和火箭大战七场拿到总决赛门票 现在 勇士队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机会 NBA历史上还从没有球队在总决赛0比3落后翻盘 近日骑士主教练泰伦卢发表了一些言论 不免让人引起怀疑 他要走了 泰伦卢表示过去自年在骑士队的执教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回来的第一年 球队有詹姆斯 所以人们会认为 你们就会进入总决赛 但是赢球很困难 第一年骑士打进了总决赛 不过被勇士淘汰 第二年 骑士上演了总决赛 1比3的今天大逆转 去年 杜兰特加盟勇士 我们打进总决赛 今年我们仍然坚持了下来 很多人都把我们排除败总决赛之外了 但是我们教练 球员都保持专注 在季后赛打出了高水准 我们大家表现都很出色 回顾过去的四年很棒 他还没有结束 没结束 我不会拿这段经历 去换世界上其他的东西 我们下期